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两块完全相同的直角三角形玻璃块 就这两块 这两块完全相同的直角三角形玻璃块 将其中一块倒置 使其斜面互相平行 这两个斜面互相平行 里面田椅 且平行斜面间的会是 田入某种均匀透明戒指 这个田入某种戒指 如这个图 现在一道雷射光这样射进来 若不考虑所有的反射光线 则右方哪些线条是可能的折射光线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光的横向位移 我们知道 就是说一个皮 一个上下两个面平行的戒指 一道光这样过来 如果它的那个戒指折射力比空气大的话 它会往这边这样偏 然后这样偏 它方向是不会变的 方向不会变 方向不会变 它会有一个位移 如果它射出来的话 经过它横向位移的话 它的什么呢 它会有横向位移 但是什么呢 但是那个方向不会变 所以答应该是四五六 它有可能呢 这个雷射光有可能向上位移 有可能没有偏 假设这两个折射力是一样的话 也有可能往下偏 但是它方向不会变 所以答应该选四五六 所以答应该选绿 所以答应该选绿 四五六了 这三个是可逐的 其他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是横向位移 这两边是互相平行的 感谢您正面 是